大家好 欢迎来个公布走 我是今天的主角教练刘教练 好下面我们接着来讲站桩 我们下面来讲一下虚拧顶劲 什么是虚拧顶劲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他坐在这你看 来坐在这 虚拧顶劲说白就是头能往上一个顶劲 你找这个感觉很好找看 你按着一个人的头顶 这时候就顶住了 或者把它变成一个状态 你站个桩 在这前面站 你站站站 平行步对平行步装 这个时候你能围履内收 命门外撑 然后看含胸 拔背 这个时候你看 你头肩膀就向上了看 它能承受很大的力 这时候虚拧顶劲就顶上了 虚拧顶劲里面有一个人要求是下河内收 就是这个地方微微内收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收很难看 它如果收得过度了对不对 收过度了变成头往前低了看 这时候一压它就往前趴了 这个就不行了 翻过来看 它有的人如果不收 它头往后仰对不对 眼睛往上瞟看 这压它往后跑了 那至于你看 左右也是一样 它这个头上顶的感觉怎么感觉呢 就是说你下河这个地方看 这个地方微微一内收了 做个一下侧面的感觉看 我们近一点近一点看 你看 在这 你看 当然它的前提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维履内收了 再收一收一点 闭门外撑了对不对 然后看 含胸拔背了 含胸拔背后 两个咸方机拉上有下河 这个下河这个位置 微微一收 背后 这两条筋这两肌肉看 向上拔起来了 这个时候看 脖子的承受能力 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虚拎顶劲顶住了 好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讲这个松紧 人站在这里什么是松紧呢 你看啊 我就说 我就以这挂右为定 它如果胳膊成这这个架子 我把衣服挂在上面对不对 这个衣服往下面垂直 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骨头 没有这样一个架子 横在这那衣服掉在地上 它就会变成一堆烂衣服 对不对 就是说 它放松的地方 是有一个地方要支撑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讲放松 看啊 它投在这里 其实我们说讲放松的 只有两 只有有两个大点你能放松 基本上全身都能松下来 第一个呢 就是松下河 我们人一紧张的时候看 人一紧张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很容易用力 就是咬牙 甚至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咬牙切齿 都是用上力的 我们自己可以感觉一下 就是看看 你咬着手 咬着手看 大概在这两个地方 就是说它属于你的咬合鸡群吧 我也说不好 就是说有一堆鸡群都关于咬合的 这块会很用力 那么你要把它给松下来 那怎么松呢 大家看哈 你说 它要给它都松下来了看 把它都松下来了不管用 那怎么松呢看 虚拟顶锭顶 lead 顶上去以后 你把咇顶 Yahoo 舌在上 Orchest 顶顶顶 reward 这个时候 你先咬一下 感觉到这两位肌肉用力 然后把这个肌肉松下来 哎 肌肉 剃肉 upcoming 就好像下了掉下来一样 舌顶上好像下了掉 但是这个肌肉能松下来是为什么 是头往上运动 把它给顶住了 然后这里挂在这里 它能松下来 如果你像这样 它就松不下来了 你像这 它松得下来 就是这一块肌肉跟着松下来 头也跟着下来 它挤到一块去了 它要求的就是有松有紧 然后泰拳里面还有一个说 松肩坠肘 对不对 松肩 那怎么松肩了 其实严格的说 松肩这个概念表达的不全面 能松的是哪呢 是肩胛骨 只要我们这两个看 微微收住 往下沉 这里肩胛骨能松下来的话 那么你的肩能松 那么你背在拔的状态下 也能松 你的胸也能松 可是怎么能松肩胛骨呢 如果它是正常的话 我它一泄 你泄 正常的松 我做一个看 它这样就松不下来了 为什么 你的背都收不住了 那么怎么松背呢 再站着看 为驴内收对不对 命门外撑 寒凶拔背 好 寒凶拔背 你看 拔背后这两个肩胛骨 在这里就好像形成了两个大骨包 好 让这两个骨包 不抵抗重力 跟下颗骨一样 让它往下掉 不抵抗重力 它松下来了 这个这样的松下来 你看 你整个身上都松下来了 但是它肩胛骨能松下去的前提 就是说是你的脊椎拔直了 脊椎是怎么拔直的呢 脊椎的下一头 你看 尾驴内收了 命门外撑了 脊椎的上头 就是这一头 它通过虚拟顶 就往上拔了 这个脊椎拔直了 那么我们的两个肩胛骨呢 挂在这个脊椎上 挂在这个脊椎上 脊椎拔直了以后 它就能松下来了 所谓这个松呢 就是用北京留恋老师的一个概念 它把这个叫做归零 就说你不抵抗重力 也就是说 其实身上不可能说不抵抗重力 你在那真的不抵抗重力 你就倒了 具体的说到底是哪两块呢 就是这个肩胛骨 肩胛骨只要能松下来 你整个上半层就松了 然后我们转过来 你再站一个装 转过来 我这个松了装 下颌骨只要能松 你这上半层尽量就松了 其实它这个松也是虚实相间 就是说是有虚有实 有松有紧 你在站它怎么做到能干 我们把这个东西分析上干 它站在平行步 你看这样 平行步了对不对 腿是实的 你看这个腿是实的 但是呢 胯是胸的 然后腹是实的 就是说 气沉丹田了 腹是实的 腰是实的 但是通过这个 沉肩加骨沉肩了 胸是空的 这个呢 其实有人要是非要说呢 就相当于老子在那个道德经里面说的这个脚光 虚其胸 实其腹 然后头呢 头往上顶是实的 但是下颌骨 这是虚的 胳膊放这儿呢 我们胳膊可以整个虚好 你把整个胳膊放松 垂下去 放松放松 对对 你看 这个时候整个胳膊 都可以是松的 站着站在这里 有的都行 但是呢 有的人讲究腋下空 他也可以把这个胳膊稍微打开一点 然后胳膊 上面胳膊是实的 然后手 轻轻在这儿抱住 手是松的 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啊 真的能松下来以后 大家说就是说 腿紧 胯松 腹紧 就是说 食其腹 虚其胸 然后 大臂撑 小臂松 头底 下颌松 当我们这些东西能做到后 身体松下来了 然后再往后做 接着我们的思想就能松下来 好 这节课暂时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